一个女人能有多强 一个 两个 三个 满身剑子肉的壮汉 在她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之所以这个女人会爆发这么强的能量 就是因为这些男人杀了她的老公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这些男人无论如何 都不会对这两人下手 真的是自寻死路 女人叫贝克 和老公来这里度假 路上遇到了一辆白色皮卡车 车主是一名壮汉 看见贝克的美貌后 便出言不俊地挑逗 贝克直接向其树立终止回应 没一会儿 壮汉就骂骂咧咧地将车子开入岔道上 夫妻两相识一笑不以为意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镇上的一家饭店内 真是冤家路窄 在这里又碰到了壮汉 他带着两个兄弟准备找贝克麻烦 双方一度火药味十足 这时被称为妈妈的老板娘出现了 似乎壮汉几人对老板娘非常畏惧 在她的要求下几人这才把手 虽然这个小插曲并不是很愉快 但却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心情 随即他们前往附近的山林中 扎好帐篷准备露营 期间还遇到了一个帽子女 她提醒两人 这里比较排斥外地人 让他们尽快离开 贝克和老公却不以为意 早晨两人踏着露水在森林中慢跑 天空不作美 突然下起大雨 两人来到一栋木屋中躲雨 见门没锁里面没人 两人便推门而入 一时兴起亲热一番后 贝克开始查看房子的情况 她发现这个房子不简单 窗户和门都是被明显夹过后的 随着地板上脱衣的痕迹 她发现了柜子后的密室 丈夫让她适可而止 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但贝克却执意要打开看看 果然 密室中不一般 全是各种武器装备 而此时 房子的主人 已经悄悄来到两人身后 当贝克从昏迷中醒过来时 她已经被五花大绑 在她面前的是 之前遇到的壮汉 以及她的几个手下 他们正在痛殴贝克的老公 不停地质问着她 究竟是谁派他们来的 随后壮汉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告诉她 这对夫妻俩真的就是来度假的 贝克的老公就是个普通警察而已 可即便如此 现在也已经晚了 壮汉对着两人一人一枪 随后将他们丢到附近的大坑中 可她不知道 真正的危险就此开始 被丢入大坑中的贝克并没有死 子弹侥幸插过她的额头 所以她只是受了轻伤 从坑中醒来 看着已经死亡的丈夫 她悔恨不已 同时也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为她报仇 扎好头发 拿起大树上的斧头 削尖了树枝 贝克带着满腔的怒火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回到房子内 此时这里只有一个 穿着格子衬衫的男人 对于贝克的出现惊讶不已 明明已经被杀死了 怎么又活过来了呢 还没等他弄明白 贝克是人是鬼 就被他用树枝扎死了 而这里的房子 已经在被发现后做了改动 看来壮汉他们已经转移了阵地 放武器的地方 恢复成普通的房间 贝克想要找到他们的老巢 还得从长计议 回到树林中 贝克做好了陷阱 准备守住带徒 果然没多久 壮汉两个手下就出现了 趁两人分开之际 贝克先是偷袭背心男 将其打晕 随后依法炮制 准备打晕另一个衬衫男 不想对方体格强壮并没有晕倒 转过身来 还死死压住了贝克的身体 准备将他掐死 好在贝克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死亡翻转 将衬衫男压在身下 接着连同几刀 彻底结果了他 当贝心男醒过来时 他已经被吊在了树上 面对贝克的逼问 贝心男死活不愿意 交代他们的老巢 趁着贝克不备 贝心男高高跃起将其踹倒 然后再借其逃跑 他以为自己是侥幸 但却不知道这是贝克的有意之味 不久树林里传来爆炸声 壮汗听见声音后 立即开始前往 路上遇见贝心男赶忙带他回来 躲在车子后备箱中的贝克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老巢 身材矮小的中年妇人 随手就扇了壮汗一个耳光 还大声斥责着他们的无能 更让人惊讶的是 就因为发现死的人是他的手下 连警察都不愿意插手 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中年女人 你一定想象不到她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黑帮老大 在得知贝克没死之后 老板娘命令手下上网查查他的资料 正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和他一样 贝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不仅获得了多项体育赛事冠军 而且还是美国第一位女特种兵 难怪他身受了得 晚上壮汗九过三巡准备回房间睡觉 被躲在暗处的贝克偷袭 和其他小喽喽对比起来 壮汗的确要难对付一些 一时之间两人甚至有些难分伯仲 但奈何贝克有主角光环 所以没多久壮汗就被撂倒 顺带被贝克割了喉 隔天早上 贝克看见一个女人被男人拽着头发 拖到了一旁的木屋中 在男人离开后 贝克悄悄溜了进去 一面狭小的房间内关着三个女人 贝克想都没想 就打开门想要带他们逃走 可刚走出门 走在最后面的女人 却突然向一边看守的男人呼救 贝克来不及多想 立即投掷一记飞刀 可为时已晚 另一名女子被子弹打中 不幸身亡 只剩下最后一个女人小美 在逃跑的途中也不幸中弹 好在只打中了肩膀 看着贝克徒手就能杀人 小美既羡慕又有些害怕 晚上围着篝火 贝克告诉小美 一定会将她救出去 可小美却并没有太多逃生的欲望 因为她已经怀了壮汗的孩子 不论今后逃到哪里 都会被抓回来 小美让她不要气馁 她一定会带着她逃离这里 随后小美告诉贝克 老板娘和这群男人 在当地颇具势力 倒卖军火还贩卖妇女 不管黑道白道 见到她们都要让三分 可即便如此又怎样 贝克是不会放弃复仇的 另一边 为了找到贝克和小美 老板娘让手下 带了好几只狗进入树林 为了遮盖身上的气味 两人只好穿过小湖 上岸后 正巧遇见了一辆白色轿车 而开车的人 是之前好心提醒贝克的帽子女 此时的贝克又犯了老毛病 想都没想就觉得对方是好人 上车后 帽子女答应将他们送出去 精神松懈下来的两人渐渐睡着了 当贝克和小美醒过来时 却回到了老板娘的房子内 原来帽子女惧怕老板娘的势力 为了自保将两人送了回来 雨点般的拳头落下来 贝克拼命趴在小美的身上 帮她挡住伤害 随后老板娘宣布小美的死刑 为了救她 贝克谎称小美是被她胁迫才离开这里的 并且她已经怀了壮汉的孩子 看在孩子的份上 老板娘决定暂时放过她 但只要孩子生下来 小美死路一条 至于贝克则被关在了房间中 慢慢折磨她 中午 小美来给贝克送饭 看守的男人想要侵犯小美 贝克利用言语刺激她 好让小美可以脱身 想到自己的处境 再也忍无可忍的小美 拿起桌上的匕首 从后面捅向男人 随后贝克让小美 给自己松绑 再给自己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后 贝克满血复活 开始和对方算总账 虽然这些男人长得人高马大 但都是惊看不惊打 贝克还没发力 他们就倒下了 夺过对方的手枪 贝克又解决了几个 当她用枪指着长发男的脑袋时 老板娘带着小美出现在她的身后 原本以为这是一出交换人质的戏码 但不想 长发男突然爆气 给了小美一刀 几乎是在同时 老板娘一刀割向小美的脖子 说事实那是快 贝克连忙开枪击毙了长发男 但老板娘却逃走了 抱着奄奄一息的小美 贝克伤心不已 不论她怎么努力 似乎都保护不了别人 三个月后 老板娘悠哉悠哉地在院子里喝下午茶 随即手机传了短信 今日是你的审判日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颗子弹就穿过她的脑袋 躲在远处穿着吉利服的贝克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毫无疑问 这是一部大女主的电影 主角光环强大 看完可以用一个字形容 爽 对于这类电影 大家不要用逻辑性 或者是合理性 来对其要求 因为影片本身 想要传递的观感 也并非这些 只是满足人们的 某种心理需求 所以只是和娱乐消遣式观看 不要太过较真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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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